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都是放屁惹的祸 作者桑德林·杜马斯·罗伊 翻译谢维林 这本书是由维京出版社出品 都是放屁惹的祸 今年啊 极地的冰融化得比以往都还要快 野狼被困在一块浮冰上 载浮载成地往海中央飘去 巡路在前往夏季草原的路上 差一点就溺死了 北极熊考虑把白色的大衣换掉 因为现在地面不再雪白 很容易就曝露行踪 在地球的另一边 动物也忧心忡忡 天空不再下雨了 草地逐渐消失了 袋鼠必须跳得更高 才能获得稀少的食物 澳洲野犬也快抓狂了 因为它们身上竟然出现了棕色的斑点 就连巨蜥 就是那种巨大的蜥蜴啊 也忍受不了强烈的阳光 全球各地啊 都发出了相同的抱怨 哎呀 太阳的光线越来越强烈了 我们真的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雨下的也不够多 为了找出大气层异常的原因 动物们召开了一场国际会议 结果 整场会议陷入了一片混乱 动物代表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有的大声叫 有的小声吼 有的呼噜叫 有的闷闷喊 有的妹妹叫 有的窝窝提 有的咯咯叫 有的汪汪吠 有的呜呜叫 有的咕咕吵 大家唯一同意的一件事是 必须先找出问题 才能解决它 于是 海豚被派到世界各地探听消息 从黄河到亚马逊河 从北冰洋到太平洋 从旺加西海峡到直布罗陀海峡 从阿拉斯加湾到阿卡巴湾 从阿拉伯海到塔斯曼海 海豚来回穿梭地收集资讯 后来 动物们一一做了分析 结果 发现了一项惊人的事实 地球啊 发烧了 这是真的 而且是 放屁惹的祸 实在太不可思议 没想到 牛放的屁 是导致地球暖化的原因之一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每个地方啊 都有牛 在放屁 他们用尽一身的时间 吃草 反除和放屁 造成了巨大的改变 扰乱了大气 和气候变化 事态非常严重 动物们再度聚集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有的动物建议 嗯 我看 把地球上所有的牛 全都消灭掉 但 食肉动物全都反对 它们啊 最爱吃香嫩多汁的 带骨牛排了 食肉动物建议说 所有的牛 两天吃一次草 让放屁量减少 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时候 刺猬鱼有个点子 不如 嗯 切掉牛的一两个胃 使反除次数减少 放屁量就减少了 旁边又有人提出 如果 请牛改变饮食习惯呢 对呀 改吃不会让他们放屁的食物 这样就能还给我们新鲜的空气了 改变他们的遗传基因 把它们变得又矮又小 矮小的牛所放的屁啊 一定少很多 但是 这些方法 没有一个可行 牛 在印度啊 被视为圣兽 备受遵从 根本动不了他们一根寒毛 欧洲那些肥嘟嘟的牛呢 也不可能同意放弃美味的饲料 嗯 你去打一头美国牛看看 他们可都受过牛仔绣训练 比谁都要凶猛 动物们苦恼极了 如果牛再不停止放屁啊 不到几年 大家全都会从地球上消失 牛也感到很抱歉 他们不知如何改变 这个悲惨的结局 一头牛提议说 如果我们把肠子转个方向 不但可以生产气泡牛奶 还能避免臭屁 直接排到大气中 但是啊 这并不是好办法 因为那些气体呢 迟早还是会排出去 这时 一条鼠海豚紧张地说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让牛继续放屁才行 动物们大感惊讶 并开始嘲笑它 哎哟 这是什么蠢方法呀 聪明的鼠海豚继续说 我们把牛的屁收集起来 就可以在冰原上 开一间制冰厂 利用牛的屁来生产冰块 就跟冰箱一样 诶 动物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说 嗯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我们应该把牛的屁收集起来 如果我们阻止不了牛放屁 不妨好好利用它 接着 如雷的掌声从四周响起来 属海豚是对的 这是唯一的办法 动物代表们满怀希望的散会 开始说服牛只装上催化管 好利用牛屁来制冰 经过多年的努力 牛只们终于答应了 动物们开始新建制冰厂 但就如所有的发明一样 要花上好多年的时间 才能运转 最后在启用典礼上 动物们兴奋地互道恭喜 终于解决问题了 对对对 终于解决问题了 终于解决问题了 不过 这实在太花时间了 冰原恐怕也已经全都融化了 所以 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 我们一定能阻止地球被洪水淹没 好了小耳朵 今天的故事啊 华爸就给你讲完了 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地球发烧了 或者你曾经听过全球暖化的问题 其实 这不只是动物们的责任 更是我们身为人类啊 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 因为我们的地球呢 只有一个 这里啊 更是我们的家 要好好的爱护它 那么 华爸来问一问你 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能解决牛放屁惹的祸呢 在底下留言啊 跟华爸分享一下你的答案吧 我们就留言里见 晚安